好,我们刚才说完六分了 六分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五四三二一 对吧,我们不能一一的讲 我希望给大家看一看四分的 因为很多同学呢,我之前在第一节课 跟大家讲过,就是说 四分是我们很多同学所追求的 3.5到4,4.5 很多同学其实想达到这么一个分数 对于普遍同学来讲,那么 我觉得四分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是并不难的,其实如果 你得到3.5,往上推一点就到了 而且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 这个范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四分 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达到的水准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评分标准 它是一个要有一个清晰的观点 还是要审题,还有清晰的观点 develops the position with relevant reasons or examples is adequately focused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 它是adequately 它已经不是用fully了 我们刚才说这个 我们要讲六分满分的话 它是要彻底的通透的 是吧 fully 要完完全全的focus的 还well organized的 它现在就是说 你达到一个足够的标准 enough就ok了 demonstrate sufficient control 对吧 要有一个充分的把握 是吧 足够的把握 language of express ideas with acceptable clarity 对吧 你clarity它也没有说要求多高 它就是说acceptable 我能接受 那什么叫能接受呢 我能看懂 你能把话说明白 能说到位 ok了 就ok 我不要求你多优美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中国学生来讲 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达到的哦 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喜欢转文 还有很多同学的可能 结构啊 逻辑啊 运用的并不是那么恰当 所以说会造成一些 清晰度的缺失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家也是要稍微的下一点功夫 acceptable clarity general demonstrate control of the conventions of standard written English but may have some errors 对吧 刚才我们说六是minor errors 几乎没有错误 是吧 很少很少很少 some的话可以允许有一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语法错误 其实会决定一定的档次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四分的范文 相对于六分的范文来讲 这篇文章的篇幅短了很多 但是我不是说 就是说写的多就好 如果你有那么多话可写 而且你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话写得很好 很明白 我绝对同意和支持你去 写这篇文章 但是如果你写不了那么多的话 我们就是写一个安全范围 我们哪怕写400词 我们把它写到位 也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成绩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脑子变得迟钝 变换之前变得迟钝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比我们的脑子要先摔老 先摔退 其实这个我还是蛮喜欢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写得很简单 但是它这个点其实抓得还是蛮好 它说这个technology把我们变懒了 但是呢请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把我们变懒了 而不是把我们变傻了 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stance 说的更反面又说了一遍 对吧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四份同学第一段话写的 虽然没有那么的高端大纪上档次 甚至有一些稍许的一些逻辑凌乱 但是总体来讲 他还是写的比较到位的 就是他把该写都写了 他也重申了文章的观点 然后同时呢 这句话也是衔接了 也从反面论证了一下 也点了一下主要的信息 然后最后呢 也乘上旗下点出了他下面想说的话 所以说我觉得他的第一段呢 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的 我们看他的论证是怎么样做的 if you think about it using technology to solve more complicated problems gives human a chance to expand their thinking and learning opening up whole new words for many people 我们可以看到四份同学 同样呢也做到了主题句 非常的清楚明白 using technology to solve 我们用科技去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呢 是给我们人类一个机会 怎么样的机会呢 去扩展他们的思维和学习领域 然后呢同时呢 也给很多人opening a new world 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底下呢就是他的例子了 其实我就不全念了 那我们大家通览一下 他的首先我们说语言上来讲 他的句式确实变换并不是那么的多哈 相对于我们刚才那个 consider how it is 怎么着 然后用一些which what 之类各种的转变的句法 甚至一些修辞手法 我们这个同学写的还是比较平实的 但是越平实反而是我们越好takeover的 对吧 我们越好take control of the plain language 所以说他虽然是平实 但他还倒是能说明白 Many of these people are glad for the chance 这个地方就开始讲例子了 那么这个例子呢 讲得很泛泛的 那么他底下就说 If it wasn't for the invention of new technological device I wouldn't be sitting 这个地方其实用得很好 他用的是这个被动语态 其实oh sorry 他是虚拟语气 他用了虚拟语气是吧 他其实这个地方这个论证方法是很好的 但是他的问题在什么呢 就是他前面和后面的逻辑关系似乎有一点断层 诶 这上面刚说完这句话 嘚就蹦到例子上去了 可是我们刚才看第六 我们这个六分同学的文章呢 他的这个论点完了之后呢 他会有一个深入的分析 然后再勾连这个例子 会让我觉得他的整个承接是很自然 很逻辑性很严密的 那么四分同学虽然写的还是挺明白的 但是我们会觉得 这个论证是有点乱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下面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话哈 确实也是一个写的还可以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他的第一句话是一个topic sentence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用这个科技啊 我们每天呢都离不开科技 现在是一个科技蓬勃发展的金色时代 我们起床了之后呢 我们就有这个instant coffee 然后还有microwave oven之类的 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例子 但是用的还算不错 还算到位 那么他马上就转折了 but we aren't allowing our minds to deteriorate by using them 虽然我们生活呢方便了 因为有了这些高科技产品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非常的愚笨 我们的脑子也没有因此退化 we are only making things easier for ourselves and saving time for other important things 这个论证其实不错 他解释了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呢 只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简单一些 更容易一些 但我们并没有说要这个把自己变笨 不去思考问题 其实这个反面的加一个论述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学习的 但是他比六分所说差的一点 就是他这个例子用的吧 都是比较泛的例子 没有那些特别精彩的例子 比如说刚才我们六分同学 不仅用了很多泛泛的生活中常见的例子 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例子 还用了这个sucks 对吧 这个人的例子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脏话 S-A-C-H-S sucks 这个人的例子 这句话的话似乎不是个总结哦 我们六分同学的文章呢 它的每一段呢 不仅有这个分析论证 而且还会有一个小总结段 那么这个同学的话 我们可能在这方面会稍微加强一下 但是总体来讲 这一段呢 还是把该说的都说明白了 好 它最后的总结是这样的 Using technology to solve our continually more complicated problems It's a human race It's definitely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是这个我没有改过 这个是它自己打出来的 它就打错了 Definitely 对吧 这个有评写错误 A good thing 我们看到这最后一段话 反而看上去会有点凌乱 为什么凌乱呢 我们记得我们六分同学的作文呢 它在概括前面两者的观点的时候 做了一个适当的拔高 然后呢 也加入了一些总结 把例子做了一个总结 但是我们看这一段话的话 似乎和前面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它这个 而且它最后的这个结语 有一点奇怪 The ability to use what technology we have is an example 这个结尾的话 确实是有点奇怪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么一句话 放在这里 所以我对大家的要求 还是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要注意最尽可能的 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上文就好 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创新 或者是随便的去做 搞一些这个 忽然又给出来一个例子 或者忽然又给出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 其实会有损于大家 整体结构的发展 这是我们四分同学的文章 其实这个四分同学的文章 写的还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从中呢 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但也要吸取一些教训 那么我们大概看一看 我们要学到什么呢 学习什么规避 什么优点是什么呀 它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都是有总有分的 是吧 有总起句 然后还会有一些分论点 分论点呢 也在topic sentence里面 写的还比较明白 开头还不错 刚才我说了 开头生命态度 转折解药概括都有 这些要素都有 我觉得还是可以 可以去学习的 有一定的例子 它确实有一定的例子 但这个例子呢 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太泛泛的了 就是我们需要有泛有精 大家如果学有余力的话 积累一些经典的例子 或者说一些特别的例子 然后呢 在说这个普遍的现象的时候 加入一些特别的特殊的 那个人的例子 能让你的东西变得 更加的充实一点 问题 它的问题是什么呀 我刚才说论证中的逻辑断层 这个同学就犯了很多 有一些就是我们都爱犯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 把例子和观点就放在那里了 但是观点与观点之间 什么关系呢 例子完了之后 例子就搁在那儿 它的分析呢 它的结果呢 它的结论呢 没有了 这就逻辑断层了 大家都看不明白了 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个沟通效应 就是说我们写东西 一定要能想到读者是怎么想的 读者希望我们把他当傻子 我们把他 把什么东西都写清楚 引导着他去思考 其实是最好的 然后结尾呢 有点奇怪 A lack of complexity sorry 我们刚才拉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 它的思维呢 都是比较直线化的 不像是我们六分同学的文章呢 它还是比较的批判性思维 比较突出 我们从它的论证中 就能看出来 结尾比较奇怪 总结归纳有点 这个总结归纳性弱化 同时呢 它有很多的语言问题啊 我没有一一指 刚才 但是大家回去可以看OG 大家可以发现 它有一些拼写错误 然后有一些语法 也是有点奇怪的 所以说 这个东西的话 也要注意 我希望大家要规避一些 特别明显的语法错误 要不然的话 掉档次其实是挺不值的 那么通过这个四分同学的文章呢 我们其实能得到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 对于很多同学来讲 写出那样的文章 其实是很容易的 甚至于大家可以比它写的还好 那么我希望呢 大家在研究文章之后 通过练习研磨 它的结构研磨 然后一定练习去提高你的语言 规避一些错误 帮助你得到一个 比较理想的成绩 我觉得四分四点五 甚至于我们一些优秀同学 能达到五分五点五 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 smooth一切呢 看到两个东西 你想一下 否简 sat 你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